9月1号中元节凌晨,广西万鸭上市 这一天,南方人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就是鸭子 使得一大波鸭子再劫难逃 当天临时许,在广西最大的农贸交易市场 柳州海极星的家庭交易区就压力俱增 灯火通明下,鸭粪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数万只鸭子铺满档口 白鸭、麻鸭、土鸭、西洋鸭、青头鸭等各式各样的鸭子聚集一起 嘎嘎的叫声,包围耳畔 好似在进行鸭声最后的交流 市场里满是忙碌的身影 卖家们一边快速的抓鸭、装鸭、秤金 一边招待买家 广西民间有在中年节宰鸭祭组、吃鸭子等习俗 这是一年之中鸭子最热销的时候 今年受疫情影响,上半年鸭子销量骤减 商贩在经营上遭遇不少困难 从事鸭行生意七年的蓝小泽 当天忙得顾不上吃晚饭 指望在中年节这天回本 这个节比较好卖一点 其他都不行,平时都不还勉勉强强 保本,天一千来个 平时,基本上可以卖七千个左右 为了迎接中年节 商贩黎桂花准备好奶茶、食物、通宵备整 还多请了四个人帮忙 24小时连轴转 以应对繁忙的销售 中年节期间,鸭子需求暴增 压价美金上涨一元钱左右 但黎桂花的鸭子并不朝卖 销量翻了四倍左右 平时也通宵,都通宵 但是我们是轮班呀 有白班和晚班呀 然后现在是白班晚班都要兼顾了 没办法 都没办法,24小时赚了 价格,平时的价格就低一点 现在过节嘛 我们要货也贵,必须贵,没办法 跟着比原先的可能贵个一块到一块多一点 三车估计有四千多只 平时就没有这种情况啦 平时就是一千只左右 每一只 受疫情影响 2020年初的家禽销售下行严重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家禽销量也稳步回升 进入7月8月以来 鸭子的销量与价格逐渐恢复到 与往年相当水平 鸭子的话全年的话 最高峰就是在这一两天 然后整个中元节的来货 就是基本上从28号开始就已经增加了 但是呢会在集中在中元节的前一到两天 会达到一个来货和交易的一个高峰 今天的销量嘛 就大概是会突破到8万以上 是平时的2.5倍左右 平时大概就是3万左右嘛 今天会达到一个8万